趣味实验 绿脂层吸 实验原理 两种或数种物质混合在一起,叫做混合物。 而实验室将混合物分离的方法有清晰、 萃取、过滤、绿脂层吸、蒸馏等。 清晰 借由倾斜容器将液体倒出,留下难融固体之方法。 如图 清晰可分离液体与难融固体。 萃取 是利用物质在两种互不相融的溶剂中溶解度不同, 将物质由其中一项移入另一项中, 而与其他成分分离。 如图 利用二氯甲碗萃取咖啡因。 过滤 可用于分离固体和液体。 例如 实验室用滤脂和漏斗进行过滤。 如图 利用滤网可分离豆浆与豆渣。 滤脂层 将混合物滴在滤脂上,滤脂末端进入适当液体, 使液体带动混合物在滤脂上移动。 利用 利用混合物中各成分性质差异, 如附着力,使各成分分离。 如图 利用滤脂层吸图可分析色素种类。 蒸馏 利用混合物中各成分之废点不同, 而加以分离之方法。 如图 实验室的蒸馏装置。 本实验进行混合物质分离方法, 为滤脂层吸法。 实验器材 以标签纸编好的水性彩色笔实枝。 滤脂竖章 剪刀一把 玻璃背一个。 实验步骤 实验步骤。 A 色速赛跑。 任选三支颜色不同的笔, 自行记下编号。 用笔在绿纸边缘上方约1.5公分处轻触一下, 形成一个墨点。 三支笔需点在同一点上。 用剪刀由墨点两侧, 剪成宽度约2公分的长条。 剪至滤脂边缘约2.5公分处。 把剪开的长条向下折约90度。 将折好的滤脂架在玻璃杯口。 杯内装适量水, 使水面可触及长条末端, 但不淹没末点。 此时,杯中的水会因毛细现象沿滤脂上升。 等到水上升到折痕时, 把滤脂取出, 放在面纸上面晾干, 即得层吸图。 B. 破解密码。 取第二张空白滤脂, 重复实验A的步骤。 取三支笔在距离滤脂边缘 约1.5公分处的同一位置, 轻触一下, 形成一个末点。 再分别用同样的三支笔, 点在同一水平高度的不同处, 各自形成一个末点, 共四个末点。 用剪刀由末点两侧, 剪成宽度约5公分的长条, 剪至滤脂边缘约2.5公分处。 把剪开的长条向下折约90度。 将折好的滤脂架在玻璃杯口。 杯内装适量水, 使水面可触及长条末端, 但不淹没末点。 此时, 杯中的水会因毛细现象, 沿滤脂上升。 等到水上升到折痕时, 把滤脂取出, 放在面纸上面晾干, 即得层吸图。 观察所得层吸图, 比较混合末点之层吸图, 与个别末点的层吸图之间, 有何关系? 温度试图在 nous内。 精明 tools, 继续提出完成。